但來到苗栗私立大城高中內 一片空蕩蕩 沒有學生在上課 因為學校裡面只剩下一個校長 和三個老師 老師會只剩三個 因為從今年三月左右開始 許多人就領不到薪水紛紛離去 而發不出薪水的原因 校長說學生太少了 老師離開導致原有的一百多位學生 以及新收的四十五名高一新生 無課可上 學校只能通報教育部 協助學生轉學 高中在一百一十一學年度 沒有辦法順利開學 那有關學生的一個後續的一個 學習的一個銜接 那目前都是已經有教育部 國教署來介入輔導 大城高中創立於民國三十五年 曾經是頭份三彎南莊等地的 熱門學校 包括現任的苗栗縣長 徐耀昌議長中東僅都是校友 但是近年來受到少子化影響學生 人數減少 雖然校方曾經享用獎學金 來吸引學生就讀 但招生情況似乎還是沒有改戰 沒學生沒學費收入 讓老師也紛紛離去 天獎 年雖然和七百年 全地在外國三十八年 全地的同學生 手分 寫到成年